今集預告,我會先帶大家去試一個高質的粵菜雙人餐 賣單只是88元而已 然後我們去洪山6979商場找些特別食物 我們去了一間很漂亮的日式餐廳吃了一個烤魚餐 魚是即場炭火烤的,外面非常脆,裡面還有很多肉汁 接著我們去了近期熱爆的俄國超市感受一下異國的風情 它們的蜜糖和朱古力的種類簡直多到你眼花瞭亂 然後我們再去兩間超便宜的超市那裡掃零食 我相信大家來到的話,都一定會非常之開心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留言、讚、分享,順便幫我看一看廣告檔,支持一下我 可以的話,也歡迎追蹤我的IG,多謝啦 好啦,那我們是時候出發啦 好啦,我們今天又上來深圳吃東西了 我老婆在YouTube那裡見到別人介紹 就覺得這間店蠻抵食的 這間叫做華府月宴,應該是龍華區 我們這裡是華為店,地址我會寫在下面 我們抵食在,我們經大眾點評那裡訂餐 其實餐是88元而已 我給大家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首先我們這個餐主打就是盲盒蝦餃拼盤 你會見到有橙色綠色,有一個炸的,還有一個白色的 橙色的就是包汁味的,綠色的應該是功夫湯 至於炸的那個就是避風塘口味 白色的就是最原裝的那種 咬開之後,你會見到蝦肉其實是多豐滿 包滿了整個實滴滴 第二味就是這個皮蛋獸肉粥 這個其實算是整個餐裡面最沒什麼特別的一樣 就是皮蛋獸肉粥 料亦都不算多 另外它隨足附送,就有這一碟脆脆和蔥 拌下去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香煎蘿蔔糕,我自己挺喜歡的 它煎得挺夠香 而且你咬開,你會見到那些蘿蔔絲是很分明的 所以你咬下去的口感不會是一坨糕的 是會咬到少少蘿蔔絲,脆脆的 而且它的調味也挺夠味 就算你不點它的辣醬也好 其實也挺夠鹹的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就是車車鮮蝦春捲 它的賣相是挺漂亮的 但是春捲其實它捲得很幼 它炸得挺香、挺脆的 但是它的蝦肉應該是硬得很扁 然後捲了進去,是香脆的 但是蝦肉那些就要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它蘸了這個泰式辣醬,挺好吃的 至於這個鳳爪,你看起來就像我們平常喝茶那些 我自己覺得很喜歡的一件事就是 它很厚肉的 因為我們在香港吃的那些 很多時候可能是掌心那裡才厚肉一點 但是它連尾部的肉都非常厚 所以吃下去你會覺得是OK的 好像都挺夠吃的 然後這個海苔抹茶樓沙包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棒 基本上你這個包咬的時候 你已經會感覺到包面的海苔味 然後你一咬開的時候 它裡面是滿滿的抹茶樓沙 挺甜的 但是它挺香的抹茶味 而且你吃下去你同樣會吃到鹹蛋黃的味 所以整體來說它餡的味道是非常有層次的 那麼這一個餐最健康之處就是有這個白卓靈夏菜芯 當你吃了那麼多這些東西之後 你再吃完菜芯之後 你這個心理是非常之健康和平衡的 那麼另外還有這一味叫做微豆椰汁糕 那麼你看到幾個兔子非常之靚 冷油冷油 上桌的時候出了煙 但是這一味只是9.9而已 是我們自己額外給錢加的 就是9.9 那麼吃下去它那些椰汁是非常之香的 那麼又不算太甜了 那麼還有店員跟我們說 你去大眾點評那裡拍幾張照片給個好評的話 就會送這個這麼漂亮的楊枝甘露 那麼大家會見到兩枝楊枝甘露插在裡面 好像花一樣飆了煙 那些賣相是非常之靚的 那麼我們在福田口岸是坐的士來的 那麼都要回四、五個字車程的 都有點遠的 但是其實你想一下這裡整個餐加上是88 我就算加上那三隻兔子也是多加9.9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一餐的CP值是非常之高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來試一下 吃完東西之後我們就來到這個紅山6979商場 地鐵紅山站其中一個出口基本上是輪接著商場的二樓 商場的範圍是非常之大 基本上它是一個開放式的商場 在這個商場的第一餐 我們就去了這個我市酸奶軍 舖仔細細,當時都沒什麼人 同樣也是數碼點餐 那麼我們就點了一個梅果炒酸奶 和一個牛油果酸奶 其實每杯都是二十多元 這杯鵝油果酸奶 那些鵝油果打溶在Yoga那裡 其實是非常之濃厚,很香的 再加上打碎一些碎冰是冷到頭都尺 至於這個梅果手炒酸奶 我覺得是非常之可愛的一個甜品 你看到是要拿夾一塊塊夾出來 咬下去脆口的酸微微的 接著在口中慢慢溶 就像一塊芝士慢慢溶 但夾仔有點硬 夾得多,手指很痛 這個商場地下那一層 絕對可以稱得上一個美食區 基本上它有一些大間的餐廳 也有一些細小的檔 各式其式,什麼形式的食物都有 也有這些茶飲店 連新疆雪糕都有 我自己就比較有興趣 這個露營感覺的餐廳 跟著晚餐,我們就在這個商場裡 光顧了一間和風味十足的餐廳 我們先來一個沙律健康一下 跟著我們就吃這個芝士夾餅 個人來說覺得是非常之美味的 這個芝士挺香的 對呀 它是不是有些蔥在裡面 好像有很多東西的 有蘿蔔 對呀 不是只吃下去一口芝士的味道 這很好吃 這個是鯛魚刺身 這個魚,放了青檸汁之後,點一下它的酸汁加芥末 真的很棒 它這個一口牛,加上一塊蒜片一起吃 是非常之夾的 而且它的牛肉烤得剛剛好 所以還是很嫩滑的,不會燒到粗糙 但是,蘆筍 也挺脆,而且挺甜 它本身有鹽,蘸完鹽吃就更加好 這個是雞肝來的,現在先試一下 OK的,它又不會烤得很韌很乾 還很滑 它這個雞心是爽脆的 都烤得挺香的 還有它的串子有點汁 對 它烤完之後,還很多肉汁,不會乾了 這個是紫蘇雞腿肉,上面全部都是紫蘇葉 它的雞腿肉上面,除了紫蘇葉還有梅汁 酸酸甜甜的,加上雞腿肉很滑,很好吃 它的梅味很出 這個烤魚呢,我們叫它是要等了半個小時 因為它即時烤的 那小姐跟我們說呢 它的頭和尾都包了鹽,可能會鹹一點 那自己就留意一下 那看起來很脆,我們先試一下 你看呢,一夾下去呢 那些魚的肉汁是擠出來的 飄沙煙的,很棒 那現在先試一下魚的味道 嗯 皮咬下去,還很爽 皮很爽 皮很爽,會有一點鹹 但是烤完香了,你會覺得很鹹 最起碼它就沒有滑 連肉也很鹹,肉也很鮮 而且很多汁 這個炒飯呢,我們吃之前呢 就把它拌在一起 感覺很足料 有很多牛肉 都很多牛肉 它吃起來是鹹鹹香香的 它真的有些像鹹酸菜的東西 好像輕微辣辣的,很像 我會覺得它這個布甸呢 是很重奶味 還有它有一點 吃起來有些很厚的感覺 就是那些燉奶燉蛋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挺好味 它的奶香挺好的 除了剛才你們看到那個 紫蘇、雞腿肉 雞心和雞肝之外 其餘的只有一個餐 那就是$398 至於那個紫蘇、雞腿肉 就$19 雞心、雞肝呢 每樣都是$10 而且它每樣東西真的很高 包括環境 都是很日式的 如果你聽到它播放少少日文歌 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在日本那裡 這樣 還有它剛才那個烤魚 它是即時在那裡湯 即是在你面前那裡湯 還有它是有個炭腦 你即時看到它在那裡烤 這個俄國雜市 都算是近來一個挺熱爆的地方 裡面包羅了俄式的零食、酒水和日用品 非常之精彩 這裡有個賣酒區 你看這隻多漂亮 69.9 近期多人選擇的熱門商品 就是這一瓶 $39.9 叫做什麼 維吉紅牌全麥芽三鳥純生啤酒 這酒是辣椒味的蒸餾酒 應該有蜂蜜味 哇 只是這一堆朱古力都開心死了 會見到有各種不同的 %給你選擇 去到100都有 這些是果味的朱古力 這裡很多禮盒裝朱古力 它的包裝都很漂亮 好像這個 橙色 送禮 對 這些擺明是送禮感覺 來的 倒了銀 還有這些是酒心朱古力來的 都是39.9 這裡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蜂蜜 這一隻是斷樹蜜 它說K1 我不知道K1是分什麼的呢 因為我看到它 這一隻是K7 然後這一隻紫色的 就叫做雜花蜜 開頭以為只有三幾種 誰知道原來這邊這個架上面更多 好像這個 黑加倫果蜂蜜 你看到它是紫色的 它這裡有一個牌 就寫了它的功效 它這裡有一隻很有趣的 只有5.5個 它的包裝就是這樣 而我捏著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一個匙羹瓶 它的包裝就是 像一隻匙羹一樣 這樣 是給小朋友 你撕開這個包裝 基本就是一匙 這樣放下去 這樣就 一匙的分量 它這裡每樣東西 都真是俄國氣息很重 這個 這個多漂亮 鐵盒來的 黑色的 很像名牌 對 但是不貴的 39.9 對 這裡的一堆朱古力 我覺得是很特別 你會見它超多餡 好像這個 藍莓玫瑰朱古力 你看裡面 那些餡多 然後 這裡有這個 焦糖狀紅花 會見到裡面 真是一條條在這裡 這裡又有些乾果 好像這個 是什麼味道 生薑蜂蜜 生薑蜂蜜 很像花粉 我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 這是紫皮糖 好像很受歡迎 待會看看 會不會買一包回去 試一下 這裡有些很香的 番茄 又是很多不同的味道 9.95元 很便宜 9.95元 它草莓味 我剛剛聞過 像那些 士多啤梨味的 香口膠的味道 吹波糖 這裡有些奶粉類 這裡有些 他們的小麥粉 又有咖啡粉 他們這個番茄辣椒醬 好像很棒 它蜂蜜還有醬料 這個是蜂蜜醬 同樣有很多種味 我們買了一些蜃茄 牙膏 還有這一瓶 應該是金骨味的蜂蜜 沙擊味的蜂蜜 接著我們又叫車去下一個目的地 我們來了這個大浪區 有些驚喜 想不到這裡多漂亮多熱鬧 這裡有一個叫做後浪新天地 接著這邊你看整個是那些商場 浦行街那些 好玩啊這輛車 你看這些車多好玩 大人有什麼玩的 小朋友的 這裡有個位置進去 好像有很多東西吃 我們進去看看 它裡面這個範圍 全部的食肆都是一些小店 有些串燒 各式各樣不同的風味的食物 這裡是一個很有趣的範圍 周圍都很多東西吃 接著我們來到這個位於大浪商業中心的好特賣 裡面主要都是買一些零食酒水 但是我想說裡面的零食價錢便宜到你不相信 基本上裡面的貨架是密麻麻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零食 甚至乎有些零食都蠻不常見的 例如這些薯片或者百歐谷之類大大同的東西 你會看到都是四塊五塊左右 我就買了一條條這個麵包仔 裡面夾著一些乳酸味的醬 這麼新奇見他四角八買包試一下 誰知道原來都蠻好吃的 這件護泥肉鬆三文治都很好吃 三元而已 過一啊大哥 不吃的看都開心 就像這些一人份量的薯片細細包 其實都說只是個半 外魚其實都已經有點累了 免得掃這麼多 而且我們還有下一場 我們準備去看一下 接著我們就走過去正對面的 後浪生天地 真是正對面 二樓有一間叫挺為買的 就說明是全球工廠直送 就被譽為平民版的山姆超市 價錢方面也是比山姆超市便宜很多 跟剛才剛才那間零食店的感覺差不多 依然價錢都是大大件 但是非常便宜 你會看到他大部分一包二包的東西 基本上都不會過十元 你看這個綠豆餅大大盒都是九個九 除了零食之外 一樣有些日用品 還有一些小型家電賣的 另外也有些雪藏食物區 有些雪櫃買下凍飲 最後我們這裏買了一堆東西 來看一下這張單 那這裏最後其實賣單 都是71.3 剛才我們吃完那一餐日本餐之後 其實我不夠飽 所以臨回香港之前 我們就找到這間鳥頭籤燒烤 我打算進去吃點東西 我們都叫了很多食物 這些都是那些雞肉那些 有這個蒜蓉包 這些好像類似豆皮 包著一些菜 對 類似豆皮包著一些菜 這是一些點醋的 芥末 芥末 的青瓜 這個是凍食的 是鮑魚來的 嘗一下這個豆皮 好不好吃 它的面子是一支原品 然後裏面包的是不是韭菜 不是韭菜來的 不知道是什麼菜 但是挺好吃的 嘗一下這個鮑魚 它是一些辣汁 同樣都有芥末味的 這個是墨魚丸 這個是他們這裡的Signature 同路油邊 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現在嘗一下 它看樣子就好像叉燒 Instagram的質感都是像叉燒 但是沒有叉燒那些 乾柴一點但是有味 對 乾柴一點有調味 但是不是叉燒那些甜味 鹹鹹的那樣 但是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什麼特別的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開頭第一碟是薯小辣醬 第二碟的粉 又不是孜然粉 我不知道是什麼粉 但是這個搞笑 這個是草莓果醬 但是點草莓果醬 又挺好吃的 它這裡寫著 油邊是豬排骨內側的一條精肉 每隻豬身上只有400克左右 你看這個麵包好像很好吃 我先嘗嘗 其實它原本寫的是什麼味 烤麵包 即是沒有什麼蒜蓉包那些 我本來喜歡吃鹹 這個是甜包 還有我自己最喜歡就是這些燒茄子 最後這一餐賣單 是吃了209.7 好了 吃完東西現在十點半都晚了 我們要回香港了 今天都幾滿載而歸 買了這麼多零食 又吃了這麼多餐 都好像第一次在深圳這裡 吃這麼多餐才回香港 好了 這條片來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歡迎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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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